有时候当你创作到一个非常的愉快度的时候 不可能有收工 因为它没有完成的概念 你总觉得这个画面中还有一个部分是你要完成的 后山图这一个系列 这是我最早02年在法国巴黎的工作室的时候 偶尔一次抽烟 烟灰掉在这个地上的纸上 焚烧了一个洞 我就说了 Oh my God 上帝给了我一次机会了 我就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作品 这个一做就是14年 第一道是这张底稿 这张底稿是原始稿 然后第二张是通过这一张拷贝一张签别的 然后第三道是用烟把它烫出来 第四道是这一张作品 这张底稿是要跟前面烟烫的作品的精心 鲜物的这个吻合的和错位的 两层的这个画面中的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的视觉效果 它改变了我们长期的审美习惯 你会看到后面一层这个水墨的作品形态和前面 用烟或者香缝烧的这个画面的镂空的部分 其实上我们人生的生活都是这样 那有时候你可以呈现出来 有时候你可能会逐渐逐渐隐藏在这个 后面 在山后面 树后面 这些纸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 我的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都是一个类型的纸 这样是我的画面中对机里的把握和表花式的合作 会使画面更有厚度 所以这些纸对我来讲真的是很有感情 当你要进入一件作品 你自己收藏的时候去分析研究它的时候 你不仅仅是学习的过程 也是提升自己再次创作的过程 因为到了我们一定的年纪 你就没有老师了 古人就是你的老师 朋友是你的老师 整个这个博物馆 美术馆 你都会沉浸在一个再学习的过程 但是真的说是你要说再学习的话 没有一个切记是很难呈现的 因为收藏就改变了你 我在创作过程中我觉得最有感触的是 要不就是冬天要么就是夏天 春秋两季窗灯要打开 就像鸟一样在这个自然里边飞 所以我是觉得感悟自然 或者是你个人感悟的时候 你在创作中都会浓露 寂静对你所产生的一种愉快的想象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